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受人尊敬的穷困潦倒一生 但却为中国教育付出一生的伟人 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 但是他的大爱真的非常值得中国人所知 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武迅 1838年出生,1896年去世 武迅呢,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他的流浪始于1859年 当时他只有21岁 受地主的操纵 每天呢,食不果腹的为地主劳动 也得不到多少报酬 但是呢,他希望为贫困儿童办学 让这些儿童接受教育,改变生活 武迅从事各种劳动 有孕愤,砍财,下田劳作 所有地主家的杂活他都要去做 那尽管这样 但是地主给的报酬仍然很少 有一天,他经过地主小儿子的书房门前 看着地主家的小少爷念书的样子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的童年 想起和自己同样命运的孩子 他们的未来 他不想让孩子们将来和他一样 那于是他就去街上杂耍卖艺 他喜欢倒立 两只手爬行 或者为孩子们提供骑马服务 他甚至把蛇和蝎子活生生地吃掉 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捐款 当他从好心人那边得到比较好的食物的时候 他会把这些食物拿去卖掉 然后再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吃 心善的人未必都会有好报 但也不是没有好运气 那到1886年的时候 武训已经拥有2800多吊的铜板 约230亩的田地 在清朝的金融体系中 一吊钱相当于1000个铜板 那这些一个个铜板 都是武训在街上倒立杂耍得来的 有了这笔钱 武训终于如愿以偿地建起了一所私塾 为了让当地的孩子们去他那边读书 他在孩子家的门前跪了好几天 祈求家长把孩子们送来 学校有免费提供教育 善食和宿舍 但是仍然有一些家长不愿送孩子们去上学 如果他们的孩子去农场工作的话 这些家长会更愿意 那武训呢一次一次地跪在那些目光短浅的家长面前 坚持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免得和他一样受苦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武训继续他的旅程 他是走到哪里 杂技耍到哪里 有钱了就办私俗 那他后来呢又帮助建立了另外两所私俗 他于1896年4月的时候病倒 那余生呢他躺在教室外面 听孩子们读书 这个事情呢不是捏转的 那根据亲史记载呢 即使在他病重期间昏迷不醒的时候 他听到读书的声音 他还是能睁开眼睛微笑的 他最终比大多数当地人更富有 是不是 二百多亩的田地 但他仍然过着乞丐的生活 睡在街上吃变质的食物 那多年来他居住的小镇 成为最有文化的小镇之一 他启发了中国众多教育家 只有孔子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在清朝如果你出生在一个穷困 或者贫穷的家庭 你就没有社会流动这样的可能性 你的阶级是会很固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武训所做的事情 比我们今天的背景下想象的更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饱受无休止战争之苦的那个年代 他真正改变了那些孩子们的生活 这是他比当时被认为重要的那些大多数政治家 更像一个英雄 大家觉得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大爱呢 他值得人们尊敬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